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7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詳實的 大家都知道 香港地產龍頭 而李嘉誠 紅疤香港首富的位置數十年 由80年代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掉過 當然 試過一次半次被 郭炳商兄弟 以及 李兆基過頭 但是一直以來 最多都是一屆兩屆 長年都是他No.1 所以 李嘉誠在香港地產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基本上 他的要求 他要做的事 政府也沒有托手爭 在董建華年代 詳實更加可以說 肥到脈也積不下 因為明明的東西已經很划算了 還要特意用一個超值的價錢逸他 例如馬鞍山當時的酒店地 全世界都跌了銀頸 只是200元一尺 賣給他 後來政府解釋 說那裏有溶洞 需要拿錢去搞 所以就特便賣給他 200元一尺 例如在大陸 在馬鞍山一塊地 酒店地 200元一尺 然後就是 這個數碼不用說了 是益他的 留給他的兒子 另外還有 也是益他的 尖沙咀 當時的用地 那時候應該是尖沙咀的警察宿舍 後來 變了什麼呢 變了現在的港警風 又是不用給外面的 留給他的 所以當時 有句說話 肥到脈也積不下 說那個 就叫做何鴻燊 你也看過 連何鴻燊也眼紅李嘉誠 李嘉誠 你說得了多少好處呢 不過 最近 政府對李嘉誠的態度似乎有些改變 可能由於李嘉誠真的跑得太厲害了 又撤資又成的東西 又在香港賣東西 賣完東西又不買地 最近每次買地的價錢越出越鹹 政府似乎對他很不滿 剛剛 這個政府是終於拒絕李嘉誠 是不是故意向他報復 還是 還是 開始對李嘉誠的態度 開始強硬呢 不再益他 不再令他肥到脈也積不下 詳實 較早時就投到這個 觀塘的安達神道一個項目 這個是港人首次上車盤來的 3月份 他們申請 向地政總署 申請了一個預售留法同意書 結果 被人家彈中 吳祭 地政總署最新的資料披露 在5月2日 拒絕這個申請 這個不是小地盤 也不小的 這個項目的單位總數有2926伙 算是大地盤的2000多伙 根據當時的賣地條款顯示 發展商 需要就項目取得佔容許可證 即是入伙子 之後才可以賣樓 即是 一定要賣現樓 不可以賣樓花 原來如此 我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條款呢 條款 需要提供不少於1000伙 即是不能劏得太小 作為首置項目單位 鑽紮單位實用面積要介乎 225至500呎 根據地政總署資料顯示 隔於地契條款要求 發展商未能提供 可取得住宅入伙 這個日期 以及預售單位的舉行時間表 所以這個申請 認為太早 因為你未有入伙時間 不批 在4月份 房屋公也回覆查詢 就說 理解地政總署會根據既定程序 按地契條款處理這個預售留花的申請 好了 意思就是我們簽好約的 不可以讓你賣的 你 最少 要有甚麼呢 住宅的入伙日期 以及取得入伙子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才行 我們才會批你的 意思就是留到一個復筆 不過 大家要記得一個字 一個很重要的 term 就叫做 遵守這個合約精神 這句說話是李嘉誠說的 因為在97、98樓市大跌 當時李嘉誠是全香港第一個 向 撻訂買家追收差價的發展商 當時李嘉誠出來大條道理說 我們要遵守合約精神 簽好合約就要遵守 好了 如果 遵守陷約精神 你們詳實沒有理由申請這個賣樓花 為甚麼 當時的地契寫到明不賣樓花 一定要燃樓 你們一定要拿到入伙子 甚麼要拿到入伙子 即是燃樓 可以搬進去才要入伙子 沒有入伙子 那你即是要留花 是不是 好了 意思就是地契條款 說明要賣燃樓 不可以賣樓花 那麼你詳實都申請 那你是不是 違反陷約精神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當然我們不是李嘉誠 不是有錢人 有錢人 不是這樣理解的 我告訴大家 做大生意人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 陷約是寫到明 陷約是寫到明 要賣燃樓 一定要拿到入伙子 之後才可以賣樓 並提供不少於一千貨 現在有二千多貨了 但是 你這裏寫到明 要取得入伙子才可以收樓 但是 如果我的發展商 向你申請可以嗎 向你申請是另一件事 大家要搞清楚 我要尊重陷約精神 但是 如果我對這個陷約 我提出一個要求 我沒有犯法的 我沒有不尊重陷約精神 大家要搞清楚 當時李嘉誠 要大家 尤其是那些撻訂買家 尊守陷約精神 的原因就是 你們撻了訂 你們違約了 他就要你遵守陷約精神 要你賠錢 要追求差價 但是現在 他們雖然 已經在蓋房子 還沒有蓋房子 他就想賣樓花 意思就是 我想問一句 我問一下而已 你可以不給的 不過我可以有權問的 我想這樣行不行 我要求這樣行不行 好了 反過來 如果 當時那些業主 寫封信 或是一起寫封信 公開他 李先生 現在我們 死人嵌漏了 我們家破人亡 可不可以 我們不跟你成交 你可以不可以體諒一下我們 如果當時業主做到這個動作 我有徵詢 你 我有求你 我求你放我們一馬 這樣 可能就反過來 那個思考模式大家要更改 怎樣呢 現在我們 就來被你逼死 你可不可以不逼死我們 即是我們的要求是 李先生 你可不可以大發慈悲 不逼死我們的小業主 當發展商 仍然是拒絕 那麼你們就要拒絕了 他就告你了 程序 多一重 多一重就是 向他求 向他懇求 我請你放我們一條生路 不要逼死我們 那麼那個輿論就會變成 李嘉誠 強行 是要逼死這批小業主 如果這樣的發展 可能事情又有彎轉 因為 發展商 雖然他堅持 要理 遵守合約精神 但是 如果事先張揚了 可能他會基於這種輿論的考慮 作出一些 妥協 或者部分妥協 不要全部 我覺得 這個就是大家思考問題的方式 有錢人為甚麼是有錢 就是他思考問題的方式 讓我們進步 例如 那個地契 寫明 不准賣樓花 寫明要賣樓花 沒有說明不准 要拿到入伙子之後 才可售樓 但是 他沒有規定 不准賣樓花 因為大家知道 他寫了 說要拿到入伙子之後才可以賣樓 但是 發展商可以理解為 你沒有寫明不准賣樓花 現在我們向你申請 你是不是可以 給我們一點寬限 可能可以的 這個就是 這個比較進取的人的心態 所以呢 有錢人為甚麼他是 香港最有錢的人 就是因為 他想法的方式 他的思考方式跟我們不同 我們窮人 我們想不到有錢人想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格局問題 很多人也想不到 其實我也是 很後期 聽朋友的指點 因為 你要明白有錢人怎麼去想 你試一下嘛 凡事你只要肯試一下 你就有機會會成功 不試一定會失敗 但是試 是有機會成功的 所以他現在照入旨 照申請 你拒絕我不要緊 我再給你日期 因為我現在沒有日期嘛 好了 我 有了入伙子的時間 2025年或2026年入伙 那我就有入伙子的日期了 我那天就會拿入伙子 我可不可以先賣定 那可能可以的 可能到時候再入伙子申請 批 這個呢 就是有錢人的思維 而 沒有錢人的思維 就是很值得的思維 所以 撻訂之前 如果事先張揚去求他 我們會家破人亡 我們會死的 求你 放過這條生路 不要逼死我們 當你去到那一刻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未必會到那麼絕 可能有點寬閒了 所以 每一件事 做多一步 或是想多一步 其實很多時候 人 是不斷要從一些失敗 吸取教訓 哪一件事你做得不好 做錯了 你記住要吸取一個教訓 學了東西 交了學費 下一次就不要再犯同一個錯誤 這件事 是我們那麼多年來 經過一些失敗 經過一些錯誤 經過一些 想錯的東西 你要怎麼修正 怎樣去補救 以及 不要再犯同一個錯誤 這件事 就是我們 要進步 不斷進步的原因 希望大家聽得懂我們的意思 這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要清理一下 配合 最先用心車 入口 入口 入口